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FB OYS 12日三缺一出席活动 王远因为准备会考缺席 王俊凯与易阳千玺合体演唱《萤火》 两人为了弥补王远不在的空缺 表演实尽全力互相帮衬 而在后台采访时 有网友发现 易阳千玺不慎妹提问记者略过 身为团队的老大 王俊凯立刻发生保护弟弟 温馨胸 地情再度让粉丝激动不已 王俊凯与易阳千玺 在活动后台接受采访 接近尾声时发生一段插曲 有记者提到 TFB OYS 最近公益活动增多 从这些公益活动中 学到了什么 没想到他才刚回答完 另一位男记者紧接着要发问 完全不过站在一旁的易阳千玺 他一发现之后果断跳出来保护弟弟 王俊凯没有拖延任何时间 而是立刻做出 反应 精神感与其坚定的 对该年男记者说 你能让千玺先说完吗 同时拿满麦克风的双手 朝着身旁一扬千玺的方向摆动 并罕见露出严肃的神情 示意希望对方能尊重团圆 向照顾弟弟的心情显而易见 其他记者简状也赶紧帮枪 千玺也回答一下吧 化解一度尴尬的场面 经纪公司澄清只是为了三人各自的发展 才会单独成立个人工作室 团体并没有解散 未来三人活动还是会以团体为主 不过各种谣言仍不断 幸好三人感情不受影响 在各自的生日演唱会上 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出席 证明感情一如既往 分享 在相关阅读报贺子明百万片酬全交和解 两人离婚原因是南方事业不顺 来源 网易娱乐 和解与贺子明 离关纠纷闹得沸沸扬扬 而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称 他们从知情人方面了解到 和解与贺子明在2016年上半年婚姻状况 就已经亮红灯 知情人猜测可能是贺子明事业的原因 因为过去和解觉得贺子明 是个潜力股 但两年过去 何子明的演绎事业没有起色 另外知情人还透露 何子明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后 就将所得片酬尽缩给和解保管 但爆料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确认 也没有相关证据出现 该知情人向媒体爆料 称何解与贺子明早在去年婚姻 就出现了状况 而且多半是因为贺子明事业不顺 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何子明拍戏片酬 就最终会在何解手中 剧组打款到何子明工作室 工作室在直接转款和结账户 这位知情人称何子明当时一部戏片酬 就能达到200到300万 且其中不乏男一号的角色 但因片酬从不经手 所以经常只有几千块的零花钱 另外这位知情人仿佛知道很多事 连2015年宝妹出生之前两人 买房权过程都知道 何解表示想在美国买套别墅 并要求贺子明放 弃这套房子的所有权 之后两人便签署协议 这套房子就完全归属到何解名下 当然爆料还没有更多实锤佐证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请他们要私台下私 分享 在相关阅读邓超拍刘诗士的眼泪 微博晒照片 还爱特吴奇隆 对不起来源 国际在线12月12日 邓超在社交平台晒出照片 并配文写到刘诗士的眼泪 这个答案真的是相当高能 逗趣的邓超 还给了这滴来自刘诗士的眼泪 一个大大的特解 涂眉刘诗士的眼泪特解 如此大的一颗眼泪 也是让人心疼刘诗士 发生了什么才会如此伤心 落泪如斯 而后 一直坚持搞怪风格的邓超 更是连发多评论补充道 对不起刘诗士 眼泪好乌乌 尤其更加搞事清的是 一边晒刘诗士的眼泪 另一边邓超竟然还爱特了吴奇隆 其实从邓超分享的状态中 我们不难看出来这滴眼泪 应该是出自他和刘诗士合作的新剧 《心里最诚实之光》 由邓超、阮晶天、刘诗诗、文琦等主演 讲述了神探房屋 抓捕高智商变态杀人犯的故事 分享 在相关日读报贺子明百万片酬全交和解 两人离婚原因是南方事业不顺 来源 网易娱乐和解与贺子明 离关纠纷闹得沸沸扬扬 而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称 他们从知情人方面了解到 和解与贺子明在2016年上半年婚姻状况 就已经亮红灯 知情人猜测可能是贺子明事业的原因 因为过去和解觉得贺子明是个潜力股 但两年过去 和解的演绎事业没有起色 另外知情人还透露 和解的演绎事业早在2014年 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后 就将所得片酬尽缩给和解保管 但爆料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确认 也没有相关证据出现 该知情人向媒体爆料 称和解与贺子明早在去年婚姻 就出现了状况 而且多半是因为贺子明事业不顺 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和解拍戏片酬 就最终会在和解手中 剧组打款到贺子明工作室 工作室在直接转款和解账户 这位知情人称贺子明当时一部戏片酬 就能达到200到300万 且其中不乏男一号的角色 但因片酬从不经手 所以经常只有几千块的零花钱 另外这位知情人仿佛知道很多事 连2015年宝妹出生之前两人 买房权过程都知道 和解表示想在美国买套别墅 并要求贺子明放 弃这套房子的所有权 之后两人便签署协议 这套房子就完全归属到和解名下 当然爆料还没有更多实锤佐证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请他们要私台下私 分享 在相关阅读